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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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楚平王吴道杀了他的父亲 武奢和哥哥武尚 并且悬赏捉拿他 吴子虚只能仓皇逃离楚国 想要投奔吴国 从楚国到吴国 昭关是必经之地 含茶也最森严 关口上还挂贴着他的画像 要知道 吴子虚身高一丈 腰粗食围 眉宽一尺 外貌特征非常明显 想要蒙混过关 实在很不容易 为了早日过关 吴子虚躲在朋友东高公家里苦思计策 通宵辗转反侧 难以成年 第二天 东高公看到他 大吃一惊 原来不到三十的吴子虚 经过一夜的煎熬 头发和胡须竟然全白了 乍一看 竟像是五六十岁的老头 吴子虚刚开始 还为此痛哭流涕 但他马上意识到 这是能让自己过关的绝妙演示 他稍作打扮 果然顺利骗过了守将 出了招官 但不巧的是 他刚出城 就遇上了一位姓左明成的小吏 左成曾跟随五家父子打猎 所以认识吴子虚 如今 楚平王下令全国缉拿吴子虚 谁敢私放 就会被满门抄斩 左成自然不敢大意 连忙拦住吴子虚 要将他缉拿回招官 吴子虚为了脱身 只能骗左成 说楚平王之所以在全国下令缉拿自己 是为了得到他五家的夜明珠 可如今 这颗夜明珠 已经落到别人手里 而这人 刚好出了招官 他已将实情 禀告招官的首将 这才获准 出关去寻回夜明珠的 左成将信将疑 但还是坚持 要将吴子虚带回招官 再做处置 吴子虚担心事情败露 只好出言恐吓左成 说 如果左成坚持要将自己带回去也可以 只不过到时 韶官的首将问起夜明珠的事 自己就会说 夜明珠 我已找到了 但却被你吞到肚子里了 到时就看你怎么交代 吴子虚见左成有些动摇 继续恐吓他 说 就算自己难逃一死 但楚平王为了得到夜明珠 只怕你左成也活不成 左成傻了眼 不知如何是好 眼见左成重劲 吴子虚趁机说 放了我 你最多无辜 不放我 你可能性命难保 为了保全你我的性命 你不妨做个顺水人情 放我一满 左成无可奈何 只好放了吴子虚 吴中生有的夜明珠 就这样成为了吴子虚的救命夫 好 这一记就讲到这里 谢谢